我為什麼要去碰攝殖島 理性 務實 科學 攝殖島不是禁建嗎 對 禁建超過50年了嗎 我跟你講 如果攝殖島真的禁建50年 現在上面只有野生動物 沒有人類 明明就住了一萬多人 隔一扯 所以最吵音就是這樣 你說禁建 明明都住了一萬多 表示違建一大堆 你要違建 攝殖島沒有7-11 一間都沒有 很奇怪 也沒有消防隊 也沒有什麼 有一些廟宇 因為他不是都市企劃 所以明明都不能開商店 政治要務實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如果在上面真的住了一萬多人 問題就要解決 所以他不可以說禁建 然後明明就違章建築一大堆 禁建然後眼睛就看不見 50年 他更好笑 我一直有跟他講 你們是違建 他說違建已經課稅課40年了 因為違建還課他的稅 我說這很奇怪 中華民國違建是課稅 我說不是用罰金嗎 他說不是 違建是課稅 你給他課稅課了40年 全部他是合法還非法的 我就很討厭他這樣 我叫講 台灣如果要成為法制的國家 那從政府鎖法開始 那政府就不鎖法 所以我就很討厭這樣 我就覺得社子島 我在處理是實事求是 如果你真的要給他禁建 那就真的徹底實現 還有一點 叫Practical 他明明就住一萬多人 你現在怎麼弄 那你不如就把他合法化 合法化當然一定會有很多問題 就慢慢的 就一個一個解決掉 對啊 但是市長有一些人講說 政治很現實 你八年內能做到多少 所以不是應該做那種看得到 然後大家會開始一直稱讚你的 像以桃園來講 就是說大家會覺得 他做很多這種大型的文化活動表演 什麼地景藝術節 或者說讓大家有感說 城市進化公園要蓋很多 可是你的做法 還有你都挑比較難 像剛剛社子島是很難 就是說即使幾年內要改變很難 可是他會對後代留下很深遠的影響 但是那個比較 今天是挑戰黨主席 對 你要挑戰 大巨蛋這件事情 大巨蛋 大巨蛋是誤實 你有本事就把它拆掉 你有本事就把它蓋好 就這樣 我跟你講 我每次說核四 你知道蓋也對不蓋也對 只有發了3000億 一度電都沒發就很對 所以我的態度是很誤實 是行就不行 再講一遍 核四蓋也對不蓋也對 然後我都發了3000億 3000億的台幣 一度電都沒有發 那3000億嗎 你要早知道這樣 乾脆3000億拿來 帶他退稅 台灣2300萬 按照核四 那個3000億來發 一人可以發1萬塊 全台灣每個 不論是大小1萬塊以上 所以這個就是 我要講 正理就是 不要胡搞瞎搞 你民進黨嘴巴說喊反核四 他為什麼要封存 那就乾脆說廢掉就好了 他也不要 別問 你們封存印良花多少錢 他說還要幾百億 因為他要做維護什麼的人事費 對啊 還有一些店也要keep做 所以是怎樣 這是一個講淡話的例子 你民進黨說廢核四 比較有keep就要廢掉 以前林希律就跟我講 以後那時候2000年的時候 如果就下令決心 核四就把它cut掉 以後他把設備 再賣給其他國家 他算一算一算 只要虧300億而已 結果這樣幾年來 結果20年來 3000億 林希律跟我說 那時候如果他咬緊牙關 就給他停了 然後那個設備 就轉賣給其他地方 那個就停掉 認賠殺出 3000年的時候 認賠殺出 310億解決 結果到現在2022年 22年過去了 3000億 就不做就是代價更大 不做代價更大 所以你看我們在處理 不管處理大巨蛋 或處理社子島 我們就很務實的在解決問題 說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你不行 所以我處理大安北斷 是一樣的態度 你有本事全部拆掉 你沒有本事 你就把他收拾了 就把他弄好了 接下來科普一下 這個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成水喔 不會感染 也不會影響到你的皮膚 所以小朋友孕婦也適用 萬萬水神不傷人體 適合長時間多頻率的使用 如果不夠用的話 可以乾脆把這個生成機 買回家自己來使用